一朵花可能就一塊錢這麼大 我們讓它兩個直徑有沒有 大大小小都沒關係啦 那你們的話就是給它 你們要吃過一個芋圓嗎 這營養是湯圓的方式 剛好湯圓那個冬汁要到了 基本上你要做幾顆就剪幾顆 剩下沒有弄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在那個 袋子裡面 原本的袋子裡面 它才不會硬掉 因為它會硬掉 它會硬掉 這麼大 OK 然後這個也是 好像有比較大的一個 其實沒關係它丁筋啦 今天很辛苦 做自己就好了 開心就好了 也是一塊的方向 那你就是可以 有吃過披薩有沒有 然後用你的剪刀 然後剪一半 OK 披薩喔 然後披薩再剪一半 對不對 然後披薩再剪一半 等於一顆八等分就對了 那你要再做更大的話 你就是用五塊錢還是十塊錢 你高興就好了 好 那我們都是用它用這一種 那吃這樣 那麼多 那葉子的話也是 那葉子還沒有做 把它把它包起來 把它裡面 把它乾掉 如果說你還是擔心它會乾掉 你可以 包起來 這樣對不對 然後壓扁 那每一個 去給它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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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捏捏捏捏捏捏捏 捏捏捏捏捏捏 捏捏捏捏捏捏捏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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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我們來看喔 你們看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這樣子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也蠻好看 不一定說 我這裡有缺了角就不好看 其實都還好 反而用這個來包更好 對不對 那麼葉子有大有小 有沒有也可以三半 也可以兩半 有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很自由的說 我要怎麼樣 我看不好看都不重要 重要是要自己開心好不好 不要太在乎別人的看法想法 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別人跟我們沒關係 葉子 這樣是不是有大有小 對 對不對 那我們會做這個最大的 圓圈圈對不對 這個會學一下 這樣喔 然後這樣子 這是像個水滴 然後壓一下 葉子 然後我們這個 我們就不用買一大堆工具的 牙籤的這個地方 可以當刀子 沒有 沒有 好 好 好 一直 拿起來 好 知道了 再一次 再一次喔 圓圈圈 水滴 口結喔 水滴 壓扁 壓扁 那壓多扁 壓怎樣 你自己開心就好了 可以這樣 要斜一點喔 不要太直 太直就會呆呆一點 這樣斜斜的 然後牙籤 我們是都有 旁邊是扁扁的對不對 旁邊都扁扁的 旁邊都扁扁的 像這個這個波浪 咬牽就對 然後放在上面 差不多 八九分 知道喔 然後 捲起來 這樣喔 捲 對 OK嗎 嗯 這樣 然後 趁它還沒有很乾 你就可以去 去弄它的花瓣 你要多勾芝就多勾芝 嗯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平的 它是平的喔 然後就放在它的 旁邊 好 它是不是有一個交接處 嗯 然後我就把它放下去 它是平的 嗯 然後再 這個 放在它旁邊 差不多0點 0.5 OK嗎 好 你可以拿尺出來看 0.5的要多大 好 好 再繼續 然後 一直接上去 然後這個 放進去 繞圈圈 是平的喔 平的喔 然後再0.5 再繞 一直接上去 然後可以開始翻花瓣 不要硬掉再翻不能翻喔 嗯 好 然後繼續再 0.5 有沒有啊 像剛才我們是不是沒有很平整這樣 起起 而更美 這樣很美 有沒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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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兩半 0.5 平的喔 平的喔 不可以上去喔 喔 再翻一下 8 8片喔 你都可以去找那個 起角啊 欸 這裡起角不錯 好 放在上面 這樣子 然後翻花瓣 然後翻花瓣 再翻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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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會不會很難 不會 會 好美 好美喔 好 下面就捏一捏 捏 捏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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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抽不抽都可以 如果你想要 讓一朵美根好 然後插著 插在哪裡都可以 然後葉子也是要 好 好 好 放在上面 因為喔 它還有黏性 所以就不用澆水 嗯 就直接黏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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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乾裡 就要私底筋 稍微蓋一下 對 對啊 不保鮮喔 也可以 對 你要看有什麼事情 沒有啊 你們保濕很明顯就有 那麼不濕不濕不濕 我就可以蓋了 但不要太濕了 我怕說會攤掉 嗯 嗯 那所以這包可以做 這麼多 好 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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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